大家好,我是大熊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烟花表演秀造成了零死亡 但以色列表示必须进行报复 伊朗表示此事暂时结束 但如果以色列没完没了 伊朗将再次还击 据伊朗国际报道 伊朗空军司令哈米德·瓦赫迪表示 伊朗空军已准备好执行命令 将动用牛逼的斯瓦尔斯轰炸机攻击以色列 瓦赫迪警告性的语气立即引发了国际媒体一系列的嘲笑 很多评论认为苏尔斯轰炸机已经过时了 目前伊朗空军拥有约30架苏尔斯 此前伊朗军方发言人曾威胁说 伊朗将在几秒钟内使用以色列没有见过的武器 回应以色列的袭击 小流氓历来把大流氓捧为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的战斗民族 所以总以为苏尔斯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世界第一战机了 今天上午10点 伊朗首都德黑兰机场和中部城市伊斯法汉机场方向 传出猛烈爆炸 显然这是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报复性的导弹攻击 下来就要看苏尔斯大显身手了 二韩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人道主援助 加拿大计划未来5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1.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丹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3亿欧元的新一篮子军事支持 其中包括用于购买弹药 无人机和制造导弹部件 4月15日乌海军代表普列坚楚克表示 荷兰和比利时将向乌克兰移交三艘反水类舰艇 另外第一批在英国皇家空军教官指导下 接受强化训练的乌克兰飞行员已经毕业了 他们现在将前往法国进入下一阶段的训练 挪威已获得美国的许可了 可以向乌克兰转让22架F15战斗机 挪威外长指出挪威准备交付的F15战斗 已完成了更新且状况良好 荷兰正在为乌克兰划拨额外资金 2024至2026年期间 还将向乌克兰提供44亿欧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荷兰将赤资2亿欧元为乌克兰采购无人机 4月18日荷兰首相吕特表示 我们知道许多国家拥有爱国者系统 我们准备从他们那里购买送给乌克兰 我们有钱就至关重要 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 携德国国防工业和能源部门代表团抵达基辅进行访问 宣布再援助一套IRST防空系统 德国总理舒尔茨称 乌克兰将从北约获得另外6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3.俄乌战争爆发后硬汉的小弟亚美尼亚跟俄罗斯公开翻脸 要求俄罗斯从亚美尼亚撤军 4月17日克里米宁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证实 俄罗斯大约2000人的维和部队开始从亚美尼亚撤军 这是俄罗斯众叛亲离的一个重大事件 下一步最可能跟俄罗斯公开翻脸的 是俄罗斯的族裔占比例较高的哈萨克斯坦国 如果俄罗斯战败 白俄罗斯和其他基安组织成员 也会跟俄罗斯分道扬镳 活该呀 4月18日阿根廷正式提交了加入北约申请 又一个国家要求参加北约了 不是说北约东扩吗 扯淡呢 这不过是哄小孩的把戏罢了 北约从来不需要来阔才不断壮大 硬汉不断武力扩张 如今却重判亲离 4月18日 环球时报 驻俄罗斯特派记者肖某某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柳某某 发表了乌军情报总局局长 或乌军总司令西日斯基上将被炸身亡的报道 当天被简中网各大门户转发 又让普尔粉们来了一次高潮 但看到这条消息啊 乌军只能无语来形容 乌军本位草民一枚 都能看出这是谣言 但作为国内影响巨大的大媒体 竟然发布这种明显的虚假信息混淆视听 意欲何为 普尔粉会问吴也 我认为是事实 你凭啥说是谣言 这个问题吴也还真回答不了 但你们不妨想想 如果你们有能力分清真伪 正邪是非敌我 就不会做普尔粉了 四五月九日是俄罗斯一年一度的红场阅兵日 俄军已经接到硬汉的命令 要在五月九日之前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夺取顿捏茨克州的加索夫加尔 夺了此地将导致顿捏茨克州北部的斯巴要塞城市 温和军事坦丁罗普卡 德鲁士科夫卡 克拉玛托尔斯克 斯拉夫杨斯克 直面俄军的军事压力 就有利夺取乌克兰东部工业城市哈尔科夫 何况邵一谷认为 目前 乌军严重缺乏炮弹和防空系统及导弹 现在 正是猛攻的机会 乌军可能炮弹不冲锁 但绝对没有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现在 俄军每天发射2万枚炮弹 是乌军的三倍 但乌军在前线使用的无人机数量超过俄军20倍 最近一个月 乌军无人机摧毁了大约70%的俄军撞甲 有效的阻止了俄军的进攻 并持续的给俄军重大伤亡 今年以来 俄军通过人肉冲锋 取得了微不足道的进展 却付出了巨大的损失 目前 乌克兰的军工企业 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相反 由于西方阵营的制裁 俄罗斯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的萎缩 虽然目前是乌克兰最危难的时刻 但却是双方此消彼长不可缺少的进程 乌克兰认为 即使美国不再提供军援 乌克兰和欧洲联盟仍拥有对俄罗斯压倒性的综合实力 必将打败俄罗斯 只是需要更长时间 乌方需要付出更大的细程 这如同中国抗战一样 有了美国对日宣战 中国抗战会在1945年获得胜利 即使没有美国后来的对日宣战 中国抗战也必将胜利 只是中国的损失会多一些 胜利也不是在1945年 5.在4月16日 小泽成乌克兰已经没有足够的导弹 没有美国援助将输掉战争 其他国家将会受到攻击 届时俄罗斯将利用核武器来恐吓西方社会后 美国纵运院一场 约翰逊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4月17日约翰逊表示 他计划在周六晚上就对外援助法案进行投票 并公布了援武法案的主要内容 约翰逊的法案几乎包括了拜登援防案的主要部分 约翰逊的计划却引起了共和党内保守派议员的反对 试图罢免的 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凸显了美国优先的信条 弱化了国际主义原则 他们希望美国在国际上实施孤立主义政策 重点关注国内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那时美国民众也奉行孤立主义 虽然总统罗斯福等精英认为美国再不能抱着孤立主义不放 必须对日作战 但美国民意始终反对美国残战 罗斯福也束手无策 后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美国人民才愤怒了 在议长约翰逊公布援武方案后 对美国公众发表了讲话 约翰逊表示 我们将支持我们的盟友 我们将支持自由 并确保俄军不会横行欧洲 这些都是美国重要的责任 约翰逊还表示 实际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捍卫自由的责任 已经转移到了我们的肩上 我们接受这个角色 因为我们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我们必须这样做 约翰逊警告 如果俄军击败乌克兰 他接下来将入侵其他国家 我宁愿向乌克兰发子弹 也不愿向美国男孩发子弹 我们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 拜登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了弱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敌人如此挑衅 一个强大的美国 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约翰逊说 我可以做出一个自私的决定 但不做这件事 但我正在做的事 是我认为正确的事 即现在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至关重要 我的理念是做正确的事 然后顺其自然 如果我对辞职动议感到恐惧 我将永远无法完成我的工作 最后他说到 现在是帮助乌克兰 击退俄罗斯进攻的时候了 历史会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 来评判我们 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是最正确的事 否则普京将横行欧洲 资深民主党众议员 罗沙德劳罗对约翰逊的观点表示支持说 我们不能打着美国优先的幌子 退出世界舞台 我们将通过展示美国 在世界的领导力 来将美国放在首位 这位共和党议长 已经来到了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 近日位于不良斯克地区的俄军远程雷达 被乌军自杀式的远程无人机摧毁 给雷达系统价值高达1亿美元 4月17日凌晨4点多 乌军用12枚集中弹药的ATACMS导弹 击中了克里米亚 赞克1的军用机场 该机场有个空天军 一个航空团 还储存着大量的军事设施 弹药库和战斗直升机在内的军事装备 甚至还有大量的飞行员 今天乌军方公布了4月17日 对克里米亚半岛俄空军基地 导弹袭袭击的战果 摧毁了四辆S-400发射车 一个防空控制战 三个雷达和一套空域监视设备 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罗夫说 4月17日可能是俄罗斯最黑暗的一天 乌军程除了这些其他战果 还在进一步的核实统计之中 乌军太贪婪了 仅仅一套S-400防空系统的单价 就在12亿美元左右 这已经不小了 没必要再统计核实了 4月17日 乌克兰国防部长 乌军用风暴阴影 和成功的击落了一个位于克里米亚的 塞瓦斯图布尔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的指挥中心 导致众多俄军军官伤亡 此外 据报 俄禁卫坦克第90师中教副市长已经被击毙 4月18日 乌军表示 乌军情局下属特种部队发射无人机 于4月17日 袭击了俄罗斯 莫尔多维亚共和国 达达斯坦共和国 和萨姆拉州的机场 和无人机生产企业 摧毁了一架米巴直升机 炸毁了一个无人机生产车间 更详细的战果还在核实当中 刚刚得到消息 一架俄图RM战略轰炸机在向乌克兰发射雄航导弹后 返航途中 起火坠毁在了斯塔夫罗伯尔边疆区 俄方称这是一次技术故障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浏览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宜的朋友能够经常的鼓励我 给一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啊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义的微信赞场马进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 如果您不宽宜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